马英九真的跳票等等那些 只有选票教训他了 你就用选票教训他嘛 那我只是想问 民进党一方面要用选票 去教训马英九 另外一方面 他对于苏家群的问题 你处理不了 我们今天是担心苏家群跟蔡英文 你们处理危机的能力 还有你们对于这些东西的不作为 那更重要的 你晓不晓得1999年 很多人都要跟阿扁针 可是跟阿扁针的 这一些人 只要你不管做任何事 有妨害到阿扁的话 一律一律一个一个砍 刀刀剑骨非常残酷 从许迅良开始 不知道砍了多少人 这一段往事 我相信你应该记得 那更重要的 还为了阿扁修法 就是说你民进党 今天你展现的气魄 不是说你马英九如何 而是说我民进党要取代你 我告诉你 我就要把政权拿回来 你们今天不是说今天马英九 明天圣鼠云 你后天苏家权 我就搞不懂 就是说你民进党的整个的选战策略的核心 到底是什么 有话刚才讲的这一段 可是佩生姐 马上我在礼拜五接受完专访 然后也抛出了一些的善意 礼拜天在那场新北的造势的时候 我刚刚讲 还有讲说你们都骂我无能 骂我什么没有施政能力 施政不佳 我能做的你们都做不到 然后他展现他的能力的那一部分 是不是也有告诉宋楚瑜这一段的意思 尤其在那个场子 如果你以媒体上面讲的这一句话 那时候主持人有说一句话了 他就说要大家站下去 战略去 然后骂我无能分出去 某种程度算不算是主战派 或是鹰派的一个声音 就是打嘛 打下去票不要分出去 会不会让亲民党或宋楚瑜讲 你看那天才跟我讲成这样 这个场子上又变得这么凶 这是要怎么样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声音 所以有人亲民党说 他一手讲和一手玩两手策略 但是我在想在造势场合 他绝对不可能说我们还要这个等 等他的善意回应 这是不可能 而且那个士气就会垮掉 你在想说马英九讲那个话 算是这么多的日子来比较强硬的 可是如果你听到亲民党 包括我们那个陈委员他们讲话 都很凶的 对不对 那个攻击马英九 骂到那个臭头这样子 一无四处 所以马英九讲的话我觉得很正常 特别是在造势场 如果你还摆出软啪啪的话 一定会被人家骂到没出现 目前来看的话 吴远你自己知道国民党内部 鹰派 鸽派 或是希望能谈或什么 哪一派算是比较 声势的高一点 没有 现在国民党的心情是这样 所以我昨天晚上 我说票投马英九尊重宋主席 我这里面有一个空间 就是说如果宋主席真的参选 我们还是希望你票投马英九 可是你对宋主席 你卖票没有给他 你还是要尊重他 敬重他 或者是说宋主席最后终于没有出来参选 那我个是非常感谢他 尊敬他 敬重他 我刚才讲这个话 没有对陈国研或对宋主席 或区民党任何不敬 我在等待一个无可救药的 乐观主义者最有可能的空间 我的心情是这样 就我昨天下来之后 被基层人讲说 喂 你讲的真的很好 我们就希望这个样子 所以这里国民党目前 没有说鹰派跟鸽派 国民党目前是很平常性的 也就是说如果有解套的空间 最后这个结论当中 我们不放弃任何机会 如果真的没有解套空间 像陈文所讲到 他一定参与你到底的话 我们也只能够尊重 接受 坦然 面对 勇敢 然后诉求选民的最后的支持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无论如何 只有票投马英九 否则蔡英文已经当选 OK 来 文森哥 这个国内可能看得虎傻傻 我秀一下这个是 中国在香港出的紫金杂志 8月号 马送心结在湖水面 旁观者清 能不能和其实覆水难收了 所以是张兆雄讲得很清楚 麦克格格的 对不对 大家就是一刀两断了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而且马英九讲实在话 马脚漏太多 但这本书是肯定他的 可是其实他在对 处理亲民党的问题 或者其他很多问题 马脚漏得太多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他负面的 我相信可以再出另外一本续编 所以对于 现在政党的这一个斗争情形 我奉献一下苏家权 礼拜六 他叫张尾巴 他1956年10月22号出生 刚好56岁 老天赏了一个礼物 因为21号开始 整个议题会翻转了 为什么 李登辉的那个官司开始登场 OK 所以你还有这个礼拜赶快善后 因为等到礼拜五 李登辉跟刘泰英出庭以后 整个议题转了 不会 没那么严重 他不是候选人 不管怎么样 玉师兄 我要再度肯定 我希望你这个英明派 真的能够在国民党里面 发挥这个一定的功能 让国民党还有要可救 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你无法去否定 我们亲民党从一开始出来 宣布要参选 我们所遭遇到国民党 英九派也好 马金派也好 的打压白色恐怖 无所不用其极的 只有我们从事连署人 才可以感受得到 我再重新讲一遍 我那个设在建国南罗二段 169号的那个联署台 老实讲 从那里进出上联署的人 并不算多 最大的交易量在我旁边 那条项调转弯处 那地方是从外面 看不到里面的 我白的联署单送出去 以及联署豪的这个单 从那里接回来 通通约定在那个转角处 你就可想而知 人民已经恐慌 在选举的时候 会受到如何这个白色恐怖 包括司法了 包括税务了 包括其他你想象不到的打压 OK 有多少人进我的那个厂 居然是戴着口罩 居然是戴着那个安全帽 居然还戴着墨镜进来的 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戴口罩 没有啦 我们是因为骑摩托车 OK 那天 有人以为我这样讲是错的 正好另外一个友台 到我那地方去访问 突然真的有一个人戴口罩进来 我说拜托 拜托拜托不要特写 不要特写 他就在那边连署 连署完之后满头大 我说谢谢你 谢谢你 他连头都不敢回 赶快就窜出去了 我告诉你 这就是声斗小民的感受 如果英九派也好 这个马金派也好 能够感受得到 拜托 你如果真的有英明派 像易生兄这样的一个体会的话 请不要对你的对手 施加这样子无情的白色 满座的打压 我既不是马英九正义 也不是什么 我真的名嘴 我必须讲 因为有法帮那个公开的帮这个 宋淑玉连署了一千多张 他也没有被打压 我很坦白的跟各位观众报告 从我决心帮宋先生联署到了今天 国民党没有打过一通电话来干扰我 待会我们也会请到 副科技副现场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大家来聊聊 最近这些选战所发生过前 还有宋淑玉 他是怎么把宋淑玉弄到要示眼泪的 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